他就是立營 他還是民進黨黨員 是是 從容態說不認識他 他年輕的時候可能到他的這個什麼 辦公室去打工 然後這個 像助理一樣 那他們這些大人物 怎麼會認識這些學生 而且過了一二十年可能都忘掉了 事實上你也知道一個人 二十年的一個編劃是蠻大的 然後這幾年大概一 二零零五年他到捷克去以後 就比較少回來了 但回來都有跟老師的聯繫 跟這些黨政的朋友都有聯繫 這個都很清楚 老師他牽涉到公諜案 他牽涉到公諜案這件事情 您會很驚訝嗎 還是你以前曾經有感覺到 他可能有牽涉其中 我不太清楚他會牽涉到這裡面去 甚至於我也不清楚 他認為什麼 中共所指控的這個中歐政經所是什麼的一個單位 但我知道他以前也想聘我到那個什麼 中歐政經所去教書 但實在是太遠了 我對這個捷克也不熟 所以我裡面去 基本上他的那個招生還是以臺灣的學生 像他跟淡江的就有很多學生的交流 然後招台灣學生 到這個捷克練書的意願不強 所以他就打的這個什麼 這個一帶一路剛好 2013年那個中共推展一帶一路的時候 覺得應該歐洲 特別是東歐應該有這塊的人才 所以他就廣泛到中國去招揽學生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那麼必然就會怎麼講呢 就會那個什麼 等於是用宣傳這個 一帶一路的這個 的螢幕 然後去招生 所以這個王定寅說他是親中人士 那個是波希有的啦 他確實是一個本土的一個小孩 台語講的都比很好 英文也很好 捷克語也很好 是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質疑這個外交部說不認識李銀鵬 那我覺得這個所有的親自人員都是用匿名的嘛 外交部怎麼會認識呢 他也許跟鄧以青在這個介紹的時候說 這個某某名字 但是他可能有另外一個名字 所以你會看那個 昨天那個環球時報的報導裡面 他打特別有一個用那個身份證出來 那個就本名 但其他兩個是不是真名說實話 連我也都不知道 但是這這裡面我也有認識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說用這個來判斷說 這個誰 這個李銀鵬不是外交部的人 我覺得這個 這種甩鍋啦 或這種切割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政府很不負責任 我們的國人 只要他有國籍 這個鄭先生是我們的臺灣子弟 然後他又是民進黨員 應該是一個愛鄉愛土的 這個很熱 很熱情的一個學者 算是年輕學者43歲嘛 那今天他在中國出了事 他在中共這邊出了事 不是我們先不管他有沒有 牽涉到共諜 我們政府現在是有一點 感覺是切割 好像有一點點見死不救 老師有這樣認為嗎 你看那個什麼 信息就從來不認他了 跟所有的通知都 不能承認這個人 跟我們有關係 這個什麼回事 這個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否認呢 對不對我今天是為了救學生 我覺得學生受到困難的時候 政府不能伸援手 那一集一切割 我覺得我要聲援他 是好 我過去來講的話 對這個什麼 對這個學生說實話 也是蠻照顧的 看到這個他陷入困境 沒有人要理他 甚至於趕快切割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道德 老師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人 其實就跟前子講的 他不刻意的不透露情報身份 第二會不會他故意在保護他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的學生被出賣了 所以我們念戰略 或者學戰略的人 所以我們都告訴我們說 不要跟我們這邊的 特別是軍情單位有所掛鉤 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背後是什麼意思 但我在這個公開媒體裡面 我們不在談這些 但是基本上我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他也是為國家做事 他即使如果真的是跟軍情有關 然後有聯繫的話 他也是為國家做事 你現在急以把它切割 然後好像他就是親共人士 甚至於外交部說他私底下跟記者講到他就共諜 他去招生 那個說學生會用這怎麼會是共諜呢 所以現在他是孤立無援 老師我們非常理解 因為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先跟老師說謝謝 跟老師說再見 然後我們繼續討論這個題目 謝謝老師再見 一個可能愛香愛土 而且又是民進黨員的一個學者 年輕學者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切射到共諜 不知道現在都不知道 可是今天他懷抱著某種目的 或者是某種不知道的什麼事情 然後在中國大陸被積壓了 民進黨現在看起來切割的非常乾淨 看起來有點心寒 切心 我們先做一個預告 觀眾朋友請你告訴我們 你對這一樁台諜案的看法 你認為台灣的諜報能力 真的有像中共講的這麼強嗎 包括鄭先生 這個鄭宇清 他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台諜 那現在我們真的有100多人 200多人還是300多人在被案 在對岸被扣押 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救他們 也請您打電話告訴我們 您的看法 我們的電話是02 2656 2700 2656 2700 稍後我們會接您的電話 聽您的看法 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個鄭宇清 他在央視被逼著道歉的訪談 來聽一下 其實我是可以理解 中國大陸政府的心情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許 有人在主張分裂國土 我是明白的 對 那我知道是說我做這個事情 對中國大陸是有傷害 他是以記者的身分跟我認識的 哪個單位的記者 復興電台 復興電台是做什麼的 復興電台它雖然是說是屬於 對大陸進行廣播傳播 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它是屬於軍情單位的外圍組織 我覺得一個人 已經被中國大陸 羈押了一年半 沒有人救他 沒有人這個 他也沒發出求救訊號 然後事情爆發了之後 又說這跟我們沒關係 他是親中學者 我覺得這個有點真的是太刺心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台灣 其實根據這個陸委會的 海基會的統計 從2016年5月20號到2019年的9月 才短短的三年半 他一共受理了149件 國人在中國大陸失聯的陳情案 譬如說有志你家人說 如果有志去中國大陸教書 或者去學者去做訪問 失聯了 他們就去跟這個海基會來 這個請求協助 總共有149件 有些是沒有去協循的 也沒有去求助的 這些陳情案有149件 然後到現在有67件 是完全沒有辦法取得具體行蹤 就是說人到中國大陸就消失了 不見了 67個人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這個很可怕的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在幫忙 或者有沒有在營救呢 我們現在趕快來接 觀眾朋友的電話 這是高雄的葉小姐 葉小姐你好 你好 請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政黨的話 就是有勇氣鬧事 可是沒有肩膀承擔 那你說共諜案的話 我不相信說我們有那麼多的共諜在對岸 那我也不相信說我們的政府能夠承擔這麼多的 就是共諜的那個費用 那依我們現在就是軍人的素質來講的話 那你說我們的一些間諜能夠高高端到哪裡去 我真的我也不想就是滅自己威風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央視播出兩個台諜就是落網了 您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他們不可能是 那個台灣過去的匪諜 那因為我們之前的可能陣後在那邊的可能早就都被殲滅掉了 那我們就是後背的話根本就承接不上 那你錢不夠什麼事都做不到 那現在這個政府就是都是搞自己荷包滿滿 百姓苦得要 所以根本就沒辦法 謝謝您的意見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我們時間的關心 我們還接下一通電話 這是新北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請說 是請說 我是陳先生 我是在這個電視上看到李夢聚的案子 我本身是台師大文化研究所 那我們台灣這個情報局的那個以前的主管叫做陳虎門將軍 前清中信局的局長他說 十幾年來台灣已經沒有再派任何的諜報人員過去大陸 那台灣本身應該在大陸也偷不到什麼情報了 如果情報員是像他們說這種自拍的這種電視上這種的情報員 那我就覺得太low了 所以像這樣子被這個至少有100多人失聯了或是這個下落不明 你覺得他們是怎麼回事 這個不可能是台諜啦 因為基本上就是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我甚至於我到花蓮加上基地 我會在那個衛少門口跟衛少聊天 再拍個照跟他們拍裡面的東西的照片 那在大陸這種人就是要抓去關了 那以我們一般台灣人的習慣 多大人都會拍一拍會好奇 但是他們大陸會以為說你們台灣來的都是來收集情報 都是隨了台諜 那這樣的話那我們台灣人過去的話隨時都會被抓 對連相機什麼手機都不要帶了 好 謝謝您的意見 因為時間的關係 謝謝您的意見 所以其實蠻危險的啦 就是有可能是誤判 對岸誤判 我不可能不認為一個國家會故意誤判 然後去跟世界各國來挑戰處分情報人員這件事情 這是會引起大戰的耶 所以我在想這些 當然我們現在的軍情人員應該是沒有能力 真的可以直接到那邊 那是可以肯定的 因為如果是馬英九時代更不可能的 現在更何況怎麼可能 因為你可以知道台胞政光上去 羅有志曾經是陸軍政戰 砰 拜拜就不可能回來了 但是這些人可能是某一些拜託 或者是請他們多帶一點訊息 下線 對 你回到新聞大敗話的節目現場 如果有這麼多人在中國被羈押 或者是說數百他們指控是台諜 怎麼辦 我們政府要不要救 怎麼救 就我覺得要看現在兩岸關係 其實會有這樣子的動作 那原本的本意應該就是來跟你VS 而且他選在什麼時候 國慶的第二天 那在國慶日後 馬上用這個來打你臉 很可見的就是跟你翻臉 那現在我就要訪問蘇貞昌 訪問蘇貞昌 你有沒有能力現在跟對岸奪 取得具體的訊息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個管道 因為所有的兩會 完全沒有對話空間 連官方 連陳同佳都來不了了 陳同佳現在要來 主要是卡在我們台灣認為說 要跟我們國對國 政府對政府 可是問題是不存在 於是卡在�ement